我好興奮好開心 因為本來我今年年頭有機會去試新 Defender 然後你就知道取消了 所以現在我有機會見到他 終於摸一下他 但今天只可以摸和坐和碰 就不能試車 不如今天暫時不要說規格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我先說了我碰到的東西 我要硬插一個畫面 其實我們有雜誌版 很多人傳訊息問我們問題 其實那些是在雜誌上說了 所以記得看雜誌 雜誌之外 你也知道我們有Instagram 有網站 有Facebook 有什麼什麼 全部就要你懂得做 我先不再說了 我第一樣想說 就是究竟這車漂亮不漂亮 香港買得這些車 一定要說漂亮不漂亮 你不是想著日子去越野 我要跟其他車比較一下 現在大家都覺得新的 Dreamli很漂亮 他很成功地把第一代 Dreamli一些元素放進去 活化了 還有一部Land Cruiser J40 我很喜歡 現在變成一部 香港無故賣的FJ Cruiser 第一次看到FJ Cruiser 覺得為何會把舊變成新的 那麼成功 到了Defender 把舊款變成現在的樣子 感覺如何 我第一次接觸它 是看PASS RELEASE的照片 我想跟很多人一樣 一看大家的眼睛 嘩 發生什麼事 不真的會變成這樣 大家都是負面了一點 因為豬肉在前 那部真的太過方正 太過unique 變成原角的 大家好像不太適應 我們英國TopGear 出了一期的雜誌 我看一看照片 有泥黏上去 有水庫上去 搅拌一搅拌一搅拌 又好像可以了 到現在我看到真車 那又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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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的話 就是我少了一些 第一時間 哇出來的感覺 為何會這樣呢 讓我先想想 為何要想想 我想到了 就是因為 這部車不是最unique 舊款來說 一看的樣子 大家就知道是Defender 不會搞亂的 但是這一部你總是覺得 似曾相識 因為它用了一些Land Rover 或者Winged Rover的元素 放進去 不是說它不漂亮 而是它不是獨一無二 所以就沒那麼哇 第一樣東西 不如先說這個 我覺得Land Rover 也不是Land Rover Defender 應該是完全以功能 是No.1 但是呢 這一塊東西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漂亮 這塊膠來的 是一些防滑的 但是為何要做這塊東西 是被人站上去 Defender是不需要漂亮的 意思是Defender 只要完全根據 Bowhouse的功能 至上的理念 就已經是漂亮了 它專門這樣做 反而好像 多了一些東西 接著這個 這個洞 我捉下去 穿不到手指 鍵住了 因為 這個是假的 為何要 這邊有假洞 它又不是跑車 因為那邊 去那邊看看 因為那邊是真的 今次穿到手指 所以要有平衡 所以要做那邊 有沒有別的方法設計 我不知道 但這個洞 有個好處 就是 它可以做一個 Option 就是加一條 橡臂 橡臂 令到你 例如在Off-road 有很多沙石 如果在這裡吸氣 就有很多污珠 飛沙 引擎 條命短一點 所以加上橡拔 就可以令到 乾淨一點空氣 先說一些不一般的東西 再說一些好東西 舊款是有這個東西 這次保留 這個就正了 外觀看來是正 我不知裡面 看出去會怎樣 很有趣 令我想起什麼呢 想起Model X Model X上面 那裡有兩個洞 在架底 雖然這個也照有天窗 但不知為何加上 旁邊的兩個洞 完全感覺是不同了 現在我這樣看 中間原來有一個東西 不是完全一幅窗 但很有趣 視角上 其實不是開陽很多 但感覺上 就完全是另一種東西 只有這輛車是這樣的 看來這個窗 原來看相片看不到 這裡有一級 我想這裡是動不了的 試一試一下 這裡就好像開到 試一試 為什麼不開了 我想這個東西有型一點吧 但是這個 混合這個就有趣了 這個感覺是像以前的燙窗 這一邊是跟舊的110 那種感覺 但是有什麼功能 這樣裂開的 可能裡面的車架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加固的裝置 所以又加一些快 或者純粹因為漂亮 要加這個漿 但是這樣看 這一塊有些特別 跟其他的Wing Rover Land Rover 又很不一樣 我終於找到了 這部車的黃金視角 就是這個雜角位 由剛才說的側窗 去到那邊的C柱 再去到 這裏挺特別 幾小車是這樣的 還有眼燈 凹下去 四個燈都是這樣的 擺法很有趣 一條黑色的包了兩塊 再配襯兩塊 還有這道門 我看到一個手抽 就知道有打側開的 打側開的車 其實香港不是很多 有什麼用處呢 我猜就是第一件事 因為它有座椅 如果你要向上開的話 這樣會很重 有個問題 就是打側開的車門 如果你擺在車的地上不平 例如這樣側的車 那這裏會不會突然 自己關上呢 你看到油壓臂 其實它會頂一頂 還有打側開的好處 我猜到了 就是當你泊車 後面香港通常沒什麼位置 加上座椅 開很少 就已經可以拿東西了 所以這個是很棒 還有一件事 就是香港 在馬路停下的車 行人路是在這一邊 所以它開車門向右開 適合我們 因為我搬東西的時候 可以這樣搬到行人路 如果車門開這邊 就不行了 我要退後再搬 所以這個適合香港 但橫開門有個不好處 就是我現在這樣 如果下雨或太陽的時候 你不能向上開門 當作遮掩 還有這裡有位置擺東西 這裡也有位置擺東西 這裡也有位置擺東西 哇 還有Soft Coating 看到是自己合起來的 一開門就知道是有七座 這一架其實是110 雖然它的震度已經不是110吋 長了 但也要跟回舊的名字 卡式一點 不如試一下七座 未試之前 我看到這個地 其實是有些防滑膠 通常都是毛毛 這隻防滑膠 比較耳目一身 拉起七座 當然沒有電動 當然要手動 電動就是 我看到側邊 側邊有按鈕 可以將車升高降低 因為110 它是standard座 有氣壓懸掛 所以你不越野的話 也有好處 就是你可以手動升高降低 請擺行李 上下車時沒那麼煩 現在測試一下七座如何 測試是否容易上下 按鈕就能夠開 屁股不太闊 但頭部竟然沒有頂 很少可 因為這車比較高 好處在這裡 這車的車長 如果不算是4.7米 即是等於X3那類的尺寸 X3那類的尺寸 如果加7座 即是GLB那種 不算是一般 試一試是否這樣 頭枕要這樣拍上來 我先拉這個 4.7米的車 後面很極有限 頭位超多 腳位不是很多 視覺上好處是剛才說的 這個天窗不是幫助很多 還有側邊的窗 暫時感覺都不會很優弊 還有大家要關心有沒有冷氣 有的 這邊有個出風口 這邊有個按鈕 可以調校大小風 有杯架 還有後面有個9W電插頭 大家可以煮飯 這車短途坐就行 因為其實都是蹲在這裡 長期坐就一般 還有如果坐人的時候 你是放不到行李 後面我看到只有這麼長的行李位 就是在這裡 哇 只是車門都這麼特別 這輛車怎麼處理 這輛車 怎麼說 怎麼形容它 現代化的工業味 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想不是木 是膠 但是 小小有一塊木的顏色 配在這一塊東西 完全不同 金屬網 這個很特別 材質很大 皮膠 金屬 還有這種螺絲叫什麼 Torax 專門凸出來 試試中排 剛才我把這個位置移到最前 讓後面好錯 我現在把另一個 夾斷他的腳 移到最後 嘩 三米長的輪廓距就是這樣 膝位有成呎 還有下面的洞 這麼大 可以把整隻腳放進去 再看旁邊 來對它高的車 有個好處 就是 你看 中軸草 差不多沒有 我坐中間 腳也不會很辛苦 雖然這裡有一點升起 但是 不會這樣隔起 起碼叫做 可以安然地向下方 視覺上是怎樣 都是 有些與別不同的感覺 這堆東西 有些木的顏色混合一些膠 跟WingDrover 和其他Discovery的 整個視覺上 總是有些不同的 整個視覺上 這輛車的地台 是可以洗的 比我 可能我經常都不用地毯 帥氣一點 我知道為什麼 這輛車頭有防滑紋 因為它是要跟 車尾和這些紋 是對應的 試前座 試前說一下椅子 連椅子都是很不同的 皮 這個是應該是布 又加穿洞皮 再加上這些長方形的三間 配合細 不要說是WingDrover 什麼車都不會見這個設計 坐上來試試 車門又沒有木的配色 又是另一套有趣的感覺 我開頭 未上這輛車前 又是WingDrover 加Discovery 但一上到來 原來我錯了 亦都是我今天說了很多次 是沒有一邊的車 是像這輛Defender的設計 它是不會套上那些帽子 在這輛車上 波棍 去到這些牌位 去到這個洞 再去到這個扶手 哇 真是 很多細節可以玩的 這份東西 尤其是有很多放東西的位置 這個可不可以拿起來 都可以 杯架 不放杯架 就可以在上面放東西 這個雪櫃 還好冷 還有兩級的調校 好冷 我覺得是夏天適合 我現在就想喝東西 這件事我想說 其實剛才我會說 這輛車有五座、六座、七座 五座、七座大家明白 六座是什麼 就是這個位置 原來可以加一個座位 就叫做Jump Seat 當然這個東西是移走 再換一些東西 我很想試 不過可惜聽說香港進不了 因為運輸處有些法例 這個位置就不通過 如果不是真的正好 前三個人 引擎 暫時來香港的一款 就是P400 即是3公升 直六 Turbo 再加上Mild Hybrid 就是400匹 價錢 120萬 包含剛才所見的東西 已經全部是standard 有一個option 你可以選擇 那是free option 現在你看到這條輪胎 就是20吋的 off-road 如果經常走on-road 你就可以選擇 22吋的on-road 是不用錢upgrade的 這一個叫se 如果你再要特別一點的 還有一個高級一點的 叫做X的版本 這樣就多些配備 如果你問我 初初接觸這車的感覺如何呢 我覺得車廂非常之精彩 車殼就有些OK一點 有些就很麻煩的 但最重要就是試車是怎樣呢 會不會很難搞呢 我們有機會再 我只是出街時再說給你聽